我是花園街街市的蕭立當主 我入到花園街街市已有30年 這幾個話 沙士我們都熬得過 但這次新官根本上就是在這等死 因為我由3月至到現在 都收不到抗疫基金的資助 你像我們做蕭立的那樣 上海上面食環署所有小食熟食的 都有5萬元之助 我們一毛錢都沒有 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疫情 在3個月後我已經取消了一個大工 到第4個月的時候我又取消了一個女工 現在只剩我一個人 孤軍作戰 第三波來了之後 基本上街市的人流 比之前已經少了5、6成 政府還要金螳食 或者街市多個中招 還有街市是高危 變成一個人 一見到你圍住了 就以為你這個街市是中了一招 很難維持下去 他室內要戴口罩 尤其是我們旺角街市那些沒有冷氣 對面的事 我們蓋住了一天 相當辛苦 希望政府未來的抗疫基金那裡 可以幫助我們食環署 我所知有很多當主都沒有收過他的抗疫基金 將來在食環署有商業登記的那些 就應該當作人人受惠 是吧 你才有些希望會繼續做下去 跟著交回給 你過去多少營業架 現在多少營業架 第一波第二波的時候 就已經不見了百分之五十了 現在這個第三波的疫情 就是無可以想像 胡小姐有沒有 要調一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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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一條位 各位新聞記者 您好 我是胡小姐 亦是代表旺角花園街街市的當主的代表 我們主要是做水果和梳果和公安科生意 也是過去 因為食民處特許經營的狀況下 我們是去經營相關的生意 但是因為之前請求朱冬衛議員 去幫我們申請第一輪的防疫基金的時候 相關的機構都是不批准的 就說因為我們沒有相關的BR等等去證明 但是其實我們是得到一個特許經營權的 所以亦都不明白 亦都不了解 我們亦都去做一些零售相關的服務 但是都是得不到任何的政府幫助 所以現時的經營情況是很惡劣 因為我們當法都是做自己很維新的一些國畢 亦都有經常洗手 亦都是在電網 大聲一點 要對麥克風 亦都在店內時常是戴口罩的 去做銷售 但是近日亦都有很多新聞 就說街市裏面出現了一個傳播的 但是其實因為進來的時候 保安也都會做一些量體販販和一些做檢測和消毒 提供給故客的 亦都是我們街市裏面做得非常之好 地上很清潔 但因為不少市民害怕去到街市或做一些採購 所以我們的生意瓦是大跌八至九成的 我們也有幾檔舖 但打擊就越嚴重 請客到來吧 按下身體 請客給大家看 請客 請客 請客